所以请问什么是亲近心 修行时应如何智慧地分辨 什么是亲近 什么是不亲近 有分别心就不亲近了 亲近跟不亲近是一不是二 这真的有智慧了 这真的得亲近心了 亲近心是心里头没有咋念 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得亲近心你就正苦了 比开悟层次还要高 这个开悟不是大切大悟 所以开悟有小悟有大悟 亲近心点层次很高 为什么呢 亲近心得到了 你的真诚平等 正觉慈悲全都得到了 这个五个一个得到五个统统得到 那是什么境界呢 《华严经》里面讲 粗度菩萨 法身大死 所以不容易啊 那不是普通人啊 那我们今天讲亲近心 达不到这个标准 不得一而求其次 我们尽忠祖师大德 告诉我们 功夫成品 就是亲近心 换一句话说 心里面 二六十中一天到晚 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第二个念头 心情进了 你的功夫到这个地方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可以这么说法 你想什么时候往生 就是不是往生 往生自在 生死就了了 念佛人 要把这个标准呢 当作我们修学第一个大死 那我也常常讲 我们供养阿弥陀佛 最好一生呢 就供养一尊 为什么 并于观想 我天天想佛 念佛 想佛 就想这个佛像 不换第二个 个人爱好不同 那个没关系 阿弥陀佛 可以信 无量无变身 如果我们供养的佛像 太多了 真的 你的心很乱 临终说 哪一个阿弥陀佛 来接引我 那不就有问题出来了吗 天天看的是一尊佛 临终的时候 决定是他来 阿弥陀佛 信这个相来 也很熟悉 天天想他 终于把阿弥陀佛想来了 所以一切法 重新享受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过去 这个在三十多年前 我们在台北最初有一个道场 就是华藏佛教图书馆 有这么一个道场 地方不大 大概跟我们现在的十一楼这个道场差不多大小 我们供养一尊阿弥陀佛像 白词的 是陆建刚老居士 送来的 告诉我 这一尊词像是个股东 他是从中国大陆 带到台湾来的 看到我们有个道场 显出来 给我们供养 白词 那么这一尊像呢 我们看得很欢喜 这以后也常常到国外 过地方去弘法 佛像总不能带着走 没法自带 词的很不好保管 所以我们就把他照相照出来 照的效果很好 现在这张照片的时候 流通到全世界 这么多年来呢 我们就看这一尊佛像 就想这一尊佛像 所以 比较容易设行 看到其他这个阿弥陀佛像 我们也非常喜欢 我们都顶礼膜拜 可是自己供养是这一尊 那么这种方式呢 也可以给同学们做个参考 好 好 好